人很话不多 想空什么 跟我说大家好 我是睡不醒的老铁 就在学那个胖猴子歌 他的那个粉丝破了100万 至今他一点点好厉害 希望他的那个身体能够健健康康 活多几年吧 我说10年他有5年已经很很不错了 我不是在揍他 只是他真的越来越胖了 你们认识胖猴子吧 那个美食主播好好笑的 每次吃东西那个样子 哎呦真可爱 好了 讲几个早上没有时间讲的 希望这短短的10多分钟讲的完 第一个讲elgo 可以elgo刚才上来了 然后我的群里在说要不要去空他 然后我们就其实在等这个1870 然后可能又是数据问题吧 就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但希望他等下再反弹一波吧 可以到1870这边蝙蝠完成的话 我们目前都是在看空的 然后有反弹到一些好的阻力 可以看空 这个是我们对elgo的看法 不可能会开 只是现在差那么一点点价格 哎呀真是可惜了 今天反弹的也有包括back 再讲back一下 可以这个back也是反弹中 其他的都在跌 只有这几个在反弹 可以back这一波鲨鱼吗 然后他反弹一波 可能是走一个 呃那个50 然后50万持我们考虑不到空 这个back就有奇怪 他这个50真的回来的话 会去到1.55 对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但有回来的话 在这个level接空吧 对不排除 他382也是可能会直接尾掉的感觉 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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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que所以要嘛就382直接掉下去 不能就是去到618的价格 完成这个50形态有希望 ok50的话 这个反射abc上去 这个挺重要的 155有这个可能行 这个是有可能会逆去是一点点的 ok 呃 ens 因而之间 之前跟那个听风凶说的 他的这个回到40块 那个时候还在6710时候 这次又回到40 这么快就回到40了 但也不要带high吧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感觉它会上涨的一个现象 一样的这几天这些币都会回归两天前的底 然后给它测试一下 如果这个level能够假突破回来 RSI有出现RSI BAM的现象 那个时候你再去抄可能会反弹一波 我就想反弹的话可能走一个50 然后后面就不知道了后面再说了 当然如果直接跌破的话没有在这边占轮 就是没有假图我直接一根扎下去的话 那我真的不敢去想象了 什么web 3.0 4.0 5.0都差不多一样 ok BMB ADA要讲一讲BMB BMB我的那个现货全部出到完了 没有在最好的价格 现在开始拉了一点点 ok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怎样 他们今天听说BMB有些好新闻吧 什么一些IEO什么是什么是IEO我也不知道 IEO要问什么鬼 反正给大家谈一谈 然后这个阻力如果无法打破的话 500 8 590还是继续抗空BMB 可以我觉得BMB也是差不多讲 你要他独具风骚 跟别人走不同区是很难 ok 迟早被砸下去 现在好像玩那个砸砸仓鼠的游戏 砸砸砸 可以很多人问ADA 大家AD也是 可以ADA试着拉又被砸下去 拉又被砸下去 现在什么鬼什么大便地被拉都是被砸下去的 因为这个也是看刚才拉了一拉 又又砸不过 可能又被砸下去了 ADA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看他了 日线级别这边砸上去 现在下一个支撑就在这里了 如果这个level hold不了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ADA可以去哪里了 ok 可能就是看这个level吧 就是一块钱左右 ok 这里虽然卡尼有发布一个tweet 说这边有一个886 但日线级别这个level应该没有很关注 重要的是这个level吧 一块钱 可能回来站稳一下一块钱 假突破回来 可以考虑ADA一块钱就是他的生与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什么点 就是装强的那个支撑主力点 那有时讲直播会卡的 真是 搞笑 ok 第六是什么 我看不到了 算了 第七 第七是 CAKE 现在我全部都是看日线级别了 然后很多都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 看也是打破了那个主力了 现在反弹到主力 可以阻啊 支撑变主力 可以反弹上来了 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是 没有什么起色 看这里 砸上去马上又被砸回来 我觉得下一步比较容易走的是往下走 这个反转区域很重要 这一小时的 这个一个这个阻力很重要 之前的支撑可能变主力 可以暂时没有细看 可以 尼尔 很可惜 尼尔就是炸了之后 我再看到之前走了一个很完美的鲨鱼 这九块半 然后被砸下去了 可以过去的事别想不这么多了 那尼尔下一步怎么走了 哎呀 现在真的 看什么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因为我看到尼尔真的可能会走一个鲨鱼 这个鲨鱼就跟LUNA一样可能会被砸下去 886的level就在这里附近吧 靠近这里吧两块二两块三有这个希望的鲨鱼 然后什么 ICP ICP 幸好没有挂单 真的不要挂单 每次都等市场来一些反应再考虑 挂单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被消灭了 ICP最后一道防线是在这里 18块7这里有一个113的一个鲨鱼在这里 这个level如果真的也被砸破了 那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希望了 然后我也不敢想象他会去哪里的 就变成一个垃圾币费币 OK这个level 4万比特币占稳的话 ICP来到20还有希望 这两个level都被砸完了 那准备走熊市的 可能下6到3到6个月应该没有什么行情的 OK CTSI 这些都好可怜的 每次看了都觉得有点绝望了 这个砸下来支撑了 然后现在在支撑徘徊着 不知道会不会起来 RSI也没有一点动力都没有 一点力量都没有 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在底部的时候 会来到一个50再被砸回来 那个才有点力 那反弹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你们回去看 很多4小时是这样的 会去到50再回来砸 那个时候你去抄的话 几率比较高 这种连50都砸不起来的 应该砸不到多少 这种应该每次来到一些阻力 就会被砸下去 我看一下一小时有什么希望 一小时我真的说这样看吧 他来到这个阻力 拉一拉无法突破的话 可能又被砸下去了 然后BTCST 这个我以前的网络很久以前 好久没有看了 这也不懂是什么过来的 BTCST这一波拉上来 阻力无法突破又被砸下去了 现在这个level不高也不低 什么都不做 要空等这个阻力区去空 要多的话 你有不知道哪里可以多了 要多看这个支撑吧 可能要看这个区域 是三块 可能还会搬家 因为我不懂他这个B是干嘛的 然后LTC 炸下去了 炸下去了怎么看 日线有什么图可以看吗 日线下一个支撑可能在这里了 所以再给他跌一跌吧 下一个level 可能又会归回100块了 100块这个level 最后一道防线了 100块都hold不了的话 真的不妙不妙 OK YGG 游戏币 忘了讲的游戏币 这个被消灭了 OK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啊 这个X AB 这个是786 这个是C下去 应该回到10块钱的 这个IGG 耐心一下 应该要10块 或者那个3块2 两个level都重要 因为都是蝴蝶的反转区 这些都是自软界的一些 波动 这个叫和谐型态 然后做一些广告 这些书籍啊 和谐教育1 1跟2 都是我翻译的 然后你们在口网上 应该都能买 有兴趣的 你们可以加那个199304微信 可以询问 我学的自秀从没在这些书 这个是刚开始初学者 可以开始读的 和谐1跟2 明天会有第三本 这个只有英文的 现在过去 好还有什么 MBOX FTT 赌出好啊 真的 赌出增广见闻 可以这个之前很火 然后 火完了被砸下来了 这一波 走了一个1618 你看这个神奇的1618 完成了什么形态 我们称为螃蟹形态1618 这15块砸下来 现在半价了 可以接下来呢 接下来会怎么样走 猜猜的 这个币我很早看的 可以现在有这条巨石线 可以无法突破的话 每次上来就跟他扎下去 吹他 应该是很难拉的 OK FTTC98 就没有错了 FTT 哇这里真是完美 这里 这里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鲨鱼 然后扎下去了 OK 砸完了 现在可以接了吗 所以真的我要讲多一句 就是不要看新闻了 新闻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还在顶部的时候 40到60个很多人说 FTT这个币什么庄家 拿很多货 庄家大量进货 你有钱你是庄家 你就是庄家吗 不一定的 你有钱你也可能是韭菜 OK这句话 我不懂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 有傻的有钱人 跟有聪明的有钱人 最厉害是空手套白狼 这个我也是学会这个子的 FTT要抄底的话 等至少三十块 这个有希望 就要砸多一点点 有一个蝙蝠形态在这里 身价很不好意思 讲错了 差不多了 在中间的 OK 然后C98 link C98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XAB在这里 这里下来的话 等886吧 可能会到一块钱 我今天又刚才又去看很多主播聊了 现在就是敌乐 不买对不起 父母 人生的机会就没有多少了 希望他会成全 不是他对就是我对 OK 反正有人看对 有人看空 没什么对 没什么错 C98要借多一块钱以下 可能在这个八毛钱 有一个蝙蝠形态可以考虑 OK 然后link TRU 看什么 可以看这个 Defi的币 好多都累的好惨了 最后的希望在这里 可以令最后的希望在这里 这个之前这个Defi的这个项目很火的 现在什么都火不起来了 10块2毛6这里有一个113结合 1618的那个鲨鱼在这里 OK回到10块钱应该没问题 当然中间有什么反弹 这些都是小反弹 我感觉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你们也要自己配搭 你们自己的策略 别人的观点 然后做出你们自己的决定 反正我目前 我的大部分的那个线我全部出了 然后我现在两个空单 一个是ATEM 一个是LUNA 也是这几天开的 OK 好了这个TRU 我也不懂是做什么了 TRU FINE 应该是做Defi的吧 然后这里是一个主力的 有任何来会到这里 应该都是给你考虑看空的 然后这个Level 看一下618的话 我们看一下ABCD的完成价 ABCD完成价 这个ABCD完成 已经在这里了 这个看似没有很妙 我来看一下日线图的支撑有哪一些 这个数据好少 我真的无法去分析了 我觉得这个币回归到7月份的底 有这个几率 OK我真的这么讲了 然后LMG取捕最后两个了 耶今天这个第二个视频没有讲太久 只是不懂要讲什么标题 好啦 OMG这个比人家早进熊市 OK 然后这个的话要抄底 还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是日线啊 日线下来 886这里 就差不多这里了 看一下这一波 可以反射ABC1902在这里 然后我的 这里到这里 OK 5块钱左右 这个可能会比人家早跌吗 还可以 可能也是比人家早到底 但不排除 他可以去1.0或者113的鲨鱼 所以都要都要观察一下 但这个4块7这个Level 二次测试 如果不破的话 可能这个OMG已经 不要比别人早见底 有可能 OK 最后一给我讲一讲 10币 大家喜欢的10币 我不会每天做两个视频 今天周一很多人请求 我才去做两个视频 一半一天一个就好了 做多的话 凡此人 OK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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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西部涨的时候 什么庄家买了几个亿的西部 我现在那个几个亿要不懂变多少钱了 好了 不要笑人家了 他们有几个亿现在厉害了 XABCD 虚步 可能他的他的那个结果会跟那个狗狗币一样 OK 走一个886回到15 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是小时的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什么都有可能 然后 就说到这了 今天视频 然后谢谢你们继续支持老铁 然后希望我的视频的朋友继续帮我点赞评论 明天我希望早上醒来可以看到至少 150个点赞 100个评论可以吗 然后你们每次支持我 我会尽量满足你们所有的需求请求 好吧 感谢大家 记得点赞评论 不点赞不评论 你的男人 你们那边会变1inch 女人的话 不要说了 好啦 这次到这了 拜拜